如果用REP加L1N的話 基本上一樣 這邊輸入一個等號 等於 如果串09的話 打一個09 記得前後加雙引號一定是文字 再來的話串什麼?串這個 所以AND AND這個東西 所以你可以點這個儲存格 它就幫你把儲存格帶到這邊來 當然你不需要全部輸入完 你可以按Enter 它會出現你想看到的 預覽一下 對,已經差不多了 再來一個什麼? 再來一個減號 減號的話是AND AND一個減號 有沒有 後面當然你可以Enter 它會多一個減號 放錯位置 應該在上面這裡 OK 後面的話就是什麼? 84 如果84的話 如果你AND84那不對啊 少一個0 那怎麼辦呢? 最難的地方在這裡 AND 重複幾個0 REPT 重複0 0的話是一個文字 所以前後一定要加雙引號 逗點 重複幾次啊 你可以根據什麼 這個裡面幾個字 如果這邊兩個字的話 主要一定要三個字 所以這邊有一個邏輯 一定要三個字但你必須用3去減 3減掉什麼呢? 這裡面有幾個字 打一個L1 前括弧 然後呢 給這個 這個 除辰哥裡面 幫我算一下 他算完之後 兩個字 所以呢 這邊得到的結果應該就是2 所以3減掉2 那就得1 意思是重複一個字 OK 後括弧一下 Enter 你會發現 他會根據 你的那個什麼 數量 像這邊是少一個0 這邊是三個字 所以沒有補0 可是後面的資料怎麼辦 你再end一下 end什麼 end這個資料就可以了 G4 Enter一下 就出來了 其他的部分也是一樣 你把它向下填滿 他就自動幫你補上去了 當然你可以把它往下填滿到底 最後的話呢 這邊有個7 這個跟這個不是規則一樣嘛 所以 很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把 這邊F4 右邊這一串公式 複製一下 貼到他的右邊 那只要改什麼呢 改這個G4 改成什麼 H4 所以你直接把公式改 H4 那這邊一樣改 H4 那 改完之後的話 如果我們按個Enter 就可以 得到最後的手機號 那其他的話 你就把它全部填滿 這樣就可以把 手機的 號碼 全部 都完成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主要是利用什麼 利用 Google 試算表 完成 文字與編輯 函數的部分 那最後的話 假設你做完之後 因為這個我會有一個簡單的練習 其實你們就是把這個結果給共用給我就可以了 確定說你是OK的 那共用的話記得 把 共用點擊之後 變更一下 然後取得這個連結 並且把它縮短網址 縮短網址 你可以隨便找一個 我看這邊好像最第一個就是這個 REURL 那也許你可以把它貼上這個地方 然後縮短之後 你最後就交給我什麼 交給我這個網址 另外的話 還有一個QR Code QR Code的話 你可以下載這個QR Code 所以呢 最後給我兩個 東西 一個是縮短網址 一個是QR Code OK 大概是這樣 今天的練習大概就到這裡 畫面再訪給各位一下 今天的話 最後主要是 希望知道各位是不是已經完成剛剛的 這個作業 這個練習 所以呢 最後呢 請你把 剛剛 講的 這個手機號碼 最後的結果 就直接 直接就 共用給我 共用給我 另外順便講一下 就是說如果剛剛我那一串答案 REPT 加L1N的那個公式 假如說你一下子來不及去的話 那在雲端 上面其實 也有答案 在第三個單元 就是那個 雲端應用裡面的 03裡面 Action Script 雲端自動化這邊 打開之後呢 你可以往下拉 應該在第幾頁 第3頁的地方 其實也有我剛剛打的那一串公式 所以你們如果要看 參考答案的話 在雲端 上面 也有參考 的答案 OK 試試看